欸!看了鬼!見鬼了! 我們公司什麼時候有多這台大電視啊? 路邊撿到的啊 路邊撿到 現在路邊可以撿一堆東西撿到電視 那各位現在在線上的朋友 趕快找小編 你就留言叫小編路邊撿一台電視 看有沒有撿到 還是要撿什麼筆電之類的 我跟大家講 你認真一點好不好 這台電視到底從哪邊來的? 沒有啦,因為前兩天 國安經紀說要復訪嘛 我就很相信啊 就經紀全滿台的 你相信這個十天的蜜月期 對對對 就我們上禮拜五講的嘛 給大家鼓掌一下 如果你這個過去兩天 有把握住這個國安基金進場 我所謂的這個 我在上禮拜五 特別特別加入一段15分鐘的影片 告訴大家 國安基金進場之後 會有十天的蜜月期 那我說這個 短期很難再跌破那個前波地點 只要沒有跌破的狀態之下 就是可以搶反彈 所以小編你不錯喔 我常常想 你每天這樣錄我的影片 你如果還沒抓去頂 那真的太落差了 如果這次你幹得很好 搶了反彈 還搶到一台電視 那我相信 這個 YouTube上面的觀眾 如果你有鎖定我們頻道 應該今天也是笑呵呵 因為今天台股大漲 所以我們覺得 大家這麼開心的時候 我們公司也聽這台電視 我覺得就是 讓所有的觀眾 小編你也是體恤觀眾 對 而且我們環保 你一直指就環保 那你先用電視 不錯啦 我嘉獎你啦 這台要報公帳還是報你的 記得報你的 因為是你賺錢的 好啦 嚴貴正傳 有什麼事 有有有有有 我問你喔 美國QE無上限 你覺得是好還是壞啊 對 昨天 大概晚上9點多 還是10點多的時候 哇 這個原本這個 所跌停的這個 美國的稻窮期貨 突然 打開一點點 往上急啦 原來這個聯準會 宣佈怎樣 夠再無 這個 不好意思 QE無上限 就是說 之前我們還記得 這個上禮拜一 他宣佈7000億美元的 這個救世嘛 QE 再起QE喔 7000億美元 當紙錢把他燒一燒 不夠看了啦 現在他印更多 印多少 8000億 9000億 小便多少 無上限 對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那個復仇者聯盟 那個這個薩諾斯 這個無限手套 那無限手套 拿出來了啦 我跟你講 那你要注意啊 薩諾斯最後結局 奔爆咧 可是到現在應該沒人看過嘛 應該看嘛 薩諾斯最後結局 就掰掰了嘛 所以你要小心嘛 無上限代表聯準會被逼急的 我們上禮拜不就講了嗎 一次降了四馬 幾乎都快零利率了 他怎麼還有工具可以用呢 無招了啦 所以你看看川普也只能在推特講什麼 God bless America 所以你看到這個情況之下 這嚇死我耶 他不再丟7000億啊 8000億啊 9000億都不要 直接告訴你無上限 而且他同時還要怎樣 撥了很大別的預算 從這禮拜起 每天都要購買美國的國債 跟這個房屋貸款證券 房屋貸款抵押證券 所以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這個美國花了這麼多的 這麼多的力氣 就是在幹嘛 就是在救市 那你想有一點線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對照過去的歷史 我們知道上禮拜一聯準會 是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 在非FOMC會議下宣布降息 如果對照2008年的歷史 當初在非會議時間降息 後來長線來看 美股都還有一段大跌 但我短線當然不是這樣看 我們是講長線來說 所以意思是短線即便有反彈 我還是認為你要小心未來的風險 聯準會都使出這種 2008年、2007年 有使物這種無上限的手段 沒有嘛 所以顯然這次情況更嚴峻 你可以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MBS 我剛才講到那個房屋底 這個證券 這個MBS的部分 再起QE之後 你看是一路在買 一路在買的部分 然後到這邊 從這個禮拜開始 每一天加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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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買 我們簡單講 就是一個過固過度過度的反應 然後再加上過度的放錢 讓整個市場 全部都是錢 以前是聽台灣錢 你現在是全球級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 這樣的現象在短期 因為受到疫情的衝擊 也許整個效果不會太明顯 但是如果你等到疫情過後 這些市場上這麼多的錢 我覺得非常有機會 其實我倒是不看淡 我認為這麼多錢在市場上 避開了這一波疫情之後 也許在今年的第三季 第四季 你可以看到全球出現一個大資金行情 來個無稽之談 這次你有機會 那持續鎖定我們頻道 為你追蹤 聯準會買這麼多債券的時候 你看昨天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美國30年的公債的殖利率 直接往下跌 為什麼殖利率又往下跌 這麼一道難幾點 告訴大家 殖利率跟債券的價格是反比 當殖利率往下跌的時候 代表債券就是大漲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聯準會 要用盡吃奶力氣來買國債 所以當然市場的投資人 趕快去搶國債 債券又再一窩蜂成為 目前我大概是全球 數一數二擁擠的交易 所以看到債券值率應聲下跌 代表現在錢都跑去債券 那會不會 我們常講 最擁擠的交易 像過去兩年 最擁擠的交易 FNG 擁擠到一個程度 後來都跌下來 包括前前特斯拉 最擁擠的放空交易 竟然是放空特斯拉 你看特斯拉 在過去 在前幾個月 嘎翻天 差點嘎到一千美金 所以一樣道理 現在債券 毫無疑問 已經成為了一個 目前全球資本市場 最擁擠的交易 那會不會 債券價格持續在大漲 或是說繼續出現一個反轉 我倒是覺得 你可以持續注意 那我們這個節目 也會告訴大家 持續在追蹤 如果萬一債券哪天 真的出現大的反轉 同時美元指數也往下跌的話 往下修正 不要再一直往上升 那代表全球資金的避險 告一段落 對股市 就會發揮真正 比較止跌的效果 這是從基本面 你可以來做參考的 還有一個重點指標 我認為 這是為什麼現在 聯準會 要極力用心 吃奶力去 瘋狂的印鈔 來救經濟的一個最大的重點 就是為什麼 來看這個地方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美國的飛龍就業 抱歉跟大家講一下 你有沒有看到 稍微比較灰色這個地帶 因為螢幕如果不太清楚的話 不然小編把它說近一點 來我們看一下可不可以 好 大家有看到嗎 灰色這一塊 灰色這一塊 這邊有1990年代 跟2000年代 還有2008年金融風暴 這個S&P500指數 是紅色的部分 藍色的部分 是飛龍就業人口 你可以發現 飛龍就業人口 在灰色之前的股災 都是往下跌的 在灰色的股災之前 都是先往下跌 在灰色的股災之前 都是先往下跌 所以我們可以認定 飛龍就業指數 飛龍就業人口 這個地方 只要它的新增率 是往下跑的 那其實就是 股災的前兆 如果你回過頭 來看這邊 從2016、2017年 你看整體的飛龍就業人數 其實就沒有再攀升上去 所以它當然可以 試做一個股災的領先指標 可是這樣子講還不夠客觀 你們知道 什麼是同期指標嗎 這個叫做領先指標 我們來看一下 同期指標的部分 這個 你可以發現 飛龍就業人口 是不是這個藍色狀 我們剛才已經討論過 我們現在討論過 我們現在討論一下 紅色的部分 紅色就是代表 美國的失業率 你可以發現 一樣 灰色的地方 就代表不同時期的股災 不管是在2000年這邊 2001、2002年這邊的股災 你看到失業率 大幅的攀升 還是在2007年、2008年的股災 金融風暴 失業率也是同期的飆升 那看這邊 1990年代 這個股災 也是失業率大幅攀升 所以我們給各位一個結論 當失業率快速的往上的時候 其實跟股災 是同一個時期的同時指標 跟飛龍就不一樣 所以這樣搞得清楚了嗎 所以現在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股票已經崩下來了 可想而知 假設現在是一個崩盤的狀態 所謂的失業率 會不會往上飆升 答案一定肯定 連他都不用公布 我就可以告訴你 失業率接下來 你就會開始看到飆升 那沒辦法 你如果對照現在的疫情 很多的行業 包括我們美國的飯店業 你知道嗎 全球前10大知名的飯店 價值最大的全10名飯店 有9家飯店 就是美國的公司 美國的飯店 所以這波美國疫情這麼嚴重 你覺得他們飯店業會好過嗎 不好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萬豪酒店 已經宣布要開始做裁員了 從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想而知 美國不要說止於遊業 很多很多受到影響的 中小企業在美國這個地方 甚至石油開發的油田商 還是油氣廠商 都有可能面臨倒閉 倒閉的話 失業率怎麼好得起來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告訴大家 股災的同期指標就是失業率 所以為什麼現在聯準會要瘋狂的印鈔 就是因為怕失業率 如果太高幅度的一路飆升的話 那一路飆飆飆飆飆 那股災的時間就會延續 所以一定要想辦法 把失業率給它抗蕩下來 這個大概就是聯準會 為什麼要救無事的原因 至於你說救不救起來 我剛才已經一開始跟你講了 短線 無線手套也是會失敗的 然後 這個我不置可否 但就長線來說 只要疫情可以過去 外面這麼多的錢 有一天也會造成整個全球的無稽之寒 甚至可以期待 只是那個什麼時候到來呢 可能你要用長線的角度來思考 好了 董哥我再問你 美股上週五找盤大漲 後來又崩了 現在又破跌了 該怎麼辦呢 我想這是很多人的問題 因為我們上禮拜 上禮拜這個連續兩天 有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個 這是美股到窮的K線 我們說美股這個股價破低 但是RSI怎樣 沒有破低嘛 RSI沒有破低 所以我說這叫形成怎樣 RSI的背離 背離什麼意思 背離交過很多次 在很多頻道的交過很多節目的交過 背離就是短線會出現反彈 反彈 有沒有反彈 說實在的 這一天 你們是這一天講背離的嗎 就背離知道 隔天真的彈了一百多點 這一天 早盤 剛才小編你說到了 早盤是大漲多少 大漲三百多點 可是 人算部的天算 為什麼後來跌下來 首先我們從基本面的角度來看 消息面角度來看 就是美國的紐約州宣布也要封城 再來從技術面 小編這個圖應該很熟悉吧 各位觀眾你應該很熟悉 我們這張圖拿過來很多次 我們說 每股整個短線跟波段要翻多 就是看兩條均線 哪兩條 一條就是SMA5 五日均線 就橘色這一條 一條就是十日均線 我們在這個地方 告訴大家背離要反彈 你可以發現他 真的反彈起來 打到 可是打到這個五日均線過不去 因為我們知道五日均線 你看過去不管怎麼打到就是往下 五日均線就是短線的壓力 沒有過 收黑 那當然就要測試這個前面的 又快破底 那這個時候RSI已經沒有參考作用了 所以顯然這次RSI的反彈 大概就400多點左右 不多 說真的不多 也是非常可惜 主要是因為來到這個五日均線的部分 沒關係 他灌過之後你要怎麼去思考 RSI難道又背離嗎 事實上RSI這個股價這個地方破底 RSI也是跟著破底 所以這個地方是沒有背離的 但也不是代表說沒有背離就不會反彈 你要思考一件事 什麼時候 所以我們就被動一點 我們就安穩一點 什麼時候 你不要去猜這個低點會不會熟 你現在的策略應該是 什麼時候 道琼可以突破五日均線 你看過去都沒突破 什麼時候突破五日均線 都代表短線可以止跌 暫時不會破底 那什麼時候可以把十日均線 我們上次有講 十日均線這個波段的大魔王 把十日均線給他突破 上次我們在這邊有告訴大家 十日均線沒有過的話要小心 那你看又一路跌下來 什麼時候把十日均線突破 那我認為整個美股來說 就是真的不僅止跌 還可以出現一個比較大的反彈 往越均線去靠近 那為什麼美股跌 亞股還大漲 這個我想是很多人的問題 說今天亞股全面通融大漲 韓國日股跟台灣 都大漲幾百點 我想跟大家講 首先就是回到我們看第一個主題 這個FEDQE QE這麼多錢 而且是這樣 無上限的熱錢 會跑去哪 當然是往這個新興市場 新興亞洲的股市來跑 所以亞股就往非美市場去跑 這麼多錢 包括我們這個黃金 今天不是也大漲嗎 這都是來自於這個QE的結果 無上限的結果 所以亞股今天普天同慶 那至於會不會是一日行情 我覺得關鍵還是放在這個美股 美股能不能止跌 先標 不見得還一定要守對 能不能核實把五次局限突破 甚至十次局限 我覺得才會是這個效應持續更久 如果美股持續再往下破底 說真的啦 降息短線的效應 那大概也就是今天大漲這麼一迷一迷 所以你要持續觀察美股 那往下看 為什麼亞股今天可以大漲 還有一個關鍵因素 這個叫做NASDAQ指數 NASDAQ指數 我們知道是相關美國科技股的指數 它是很多電子股 很多科技股 昨天是小破這個低點 但是收腳耶 如果你把這幾個低點連線 你可以發現 好像在這邊震盪做一個主體的過程 然後鎖起來做一個主體 所以我們可以給一個結論 如果NASDAQ可以把這個低點連線 我們畫起來這個連線 鎖住 事實上我個人 不要說五日均線 我認為它非常有機會 可以突破十日均線 當然你的關鍵這邊 這個就一定要低點要鎖住 那也因為科技股沒有中錯 所以整個亞股反應到還不錯 因為說實在 亞股是很多科技股了 那如果美國的科技股可以守住 我們亞股這些科技股 通常佔的比較大的權重 通常都會比較穩盤 亞股就今天上漲的原因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這個廢城半導體指數 我們知道半導體 在台灣 尤其在我們的科技股 也佔了非常大的權值 像台積電議長就是了 那你可以發現 如果是廢城半導體 我們剛才說道琼的RSI背離 只反彈了幾百點 一點點而已 然後就又重新又下殺了 可是如果你看這個廢半 他還沒破底 那他一樣有沒有RSI背離 小編有沒有 他這邊股價破底了 股價跌破前低對不對 RSI有破前低嗎 沒有 所以就是這個標準的RSI背離 那目前這個背離的狀況 還在持續嗎 還在持續 因為他沒有跌破背離這個低點 那美股是跌破 所以美股就不算了 美股就結束了 就破壞了 那這個廢半的話 目前是守住 所以他是維持背離 背離就有這些反彈 五日均線碰到跌下來 下一個會挑戰的就是十字均線 所以 按照這樣的架構 你可以發現 廢半昨天連破底都沒破底 連這個低點還有點遠 而且雖然廢半是上漲3% 各位 道琼是大跌的 廢半導體的很多大廠 科技股大廠 還大漲了3% 當然今天雅谷就是上漲反應 尤其是我們台灣也是大漲 這就是主要 為什麼美股道窮大跌 可是我們雅谷今天還很大漲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美國的科技股指數相對穩健 第二個原因就是我剛才提到 這個FED 一無上限 這個Q1 好的 結果啦 台股真的很神耶 就像你規劃的一樣 對 又反彈大漲 那你覺得要反彈到哪邊啊 說真的 我自己也覺得非常lucky lucky 你可以覺得說這不是實際是lucky OK啦 我跟你講 但事實上 我們早就對台股心有定界了 我們不是今天大漲才會告訴你 哎呀 早知道台股就是要漲 這種馬後炮的節目 你直接就可以關掉了 然後完全不值得你看 老王呢 在上禮拜五喔 特別趕到公司加入一集15分鐘 告訴大家怎樣 國安基金進場了 我認為可以買股票搶反彈了 我就是這麼講的 我就是這麼講的 而且我告訴大家 但是我告訴大家 他不是一個長期的大買碟 他是一個十天蜜月期 我是講得很清楚就是這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說實在了 昨天台股不是跌下來嗎 很多人也許很緊張 很多人包括自己想說 哇 老王這下要被打臉了 你看吧 不准了發 不是說十天台股要掛了發 各位 結果你看看 今天馬上大漲 而且今天大漲 是比過去幾天高點都還要高 如果單純以指數的觀點來看 你只要過去幾天的搶反彈 到今天就賺錢 因為如果以指數的觀點來看 那個股不見得 但不過個股的情況 今天蠻漂亮的 你看看 有五十多檔股票 攻上漲停板 很多 非常多 小編你是偷偷買哪一檔 小編也許 你的電視錢 是從這裡來的 各位 這麼多檔股票 台股到底這幾天有沒有反彈 這個結問就在這裡了 就不用再爭了 就不用再跟我爭了 台股就是短線出現 反彈了 而且你真的去搶反彈的人 應該也都可以賺到錢 除非你怎樣 上禮拜我看到大漲 興高才跳進去買 昨天大跌呢 哇 又在那邊 好像要跌了 小編你應該不是這樣吧 有些人 好像要跌了 好像要把股票賣掉 今天又掛了 今天又怎樣 今天又準備要來跳來買 小心明天又跌了 所以操作股票 我一直教過大家 不是看到漲就去追 不是看到跌就去賣 你要有個定件 就像我們 告訴大家 國安經濟進場 就十天 十天的密約期 那十天的密約期 大概到什麼時候 就到這禮拜日 如果你是六日不交易 我不是講十個交易日 我講十天 所以就到這裡拜我 你現在剩三天 怎麼那麼短 沒辦法 我們說短線就這麼短 如果過去歷史經驗 百分之百上漲的就十天 那後面的就不一定 有漲有跌 那就持續鎖定我們頻道 我們會為你來做這個分享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剛才一直告訴大家 你不要看跌縮跌 不要看跌就賣股票 我不是亂講的 各位 記得你定老王的YouTube頻道 你一定也要鎖定 王董的大阪成果 就是老王在臉書的粉絲團 你一定要鎖定 你要去訂閱 不管是YouTube 還是我的粉絲團 都是免費訂閱 所以你訂了呢 不會損失半毛錢呢 而且會讓你這個趨吉避凶 這是昨天喔 18個小時前 3月23號 我每天都會一篇簡短的文章 因為老王 錄影的節目比較多 所以我沒有辦法每天這樣錄YouTube給你 除非我哪天真的打定主意 要當個全職YouTuber 我就可以這樣幹了 但是目前沒有 所以我大概就一個禮拜錄個兩三片 那如果平常的話 每天我都會發文章 像是昨天的粉絲團就可以看喔 來各位 我告訴大家什麼 我說 按照國安基金 护盤金過去十天歷史 百分百勝率 台股就是至少一定要人守住 上週四的低點 這最低標準 我就告訴大家 上禮拜五我就告訴大家 台股短期間在破底機會幾乎沒有 在十天內幾乎沒有 那你看 重點是昨天大跌喔 我告訴大家 是的 這就是老王上週五的看法 到目前為止都怎樣 沒有改變 所以在台股還沒破底之前 震盪回漲都是可以低於三成以下資金 小小強反強 來賓掌聲鼓勵 好 昨天大跌喔 昨天收盤大跌三百多點喔 我一樣告訴大家 我認定喔 這個國安基金過去 按歷史經驗十天都是漲了 所以 震盪回漲下來 都還是可以進場搶反彈的 那今天就大漲 還創了短線的新高嘛 所以 有時候這個分析要講在前頭 講在前頭 各位才會有甜頭 我們絕對不是這個馬歐炮 那回來看這個台股加權指數的部分 你可以發現喔 這一條是五日均線 上禮拜五 大家記得我怎麼跟大家講的嗎 我說有些人可能會告訴你 五日均線往下扣啊 壓力很大 還不能搶反彈啊 可是我不是這樣講的 我告訴大家 跌這麼深跌下來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國安基金這一天正式進場 進場之後呢 按照過去歷史經驗 十天的蜜月期 國安基金都是上漲 意思就是 但是 再怎麼差 也不會跌破這個低點 在十天內 所以 短線再差的話 就是橫盤在這 不小心就漲上去 那如果即便橫盤在這 因為五日均線的扣底會越來越快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一條的速度非常快的往下 到它快速往下的時候 唉呦 台股就會被動性站上五日均線 對吧 我說被動站上五日均線 你看 有沒有被動 說到這個地方 怎麼沒有播歌呢 愛你越久我越北東 今天怎麼沒有歌 就是被動性站上 好不好 被動性站上 那這邊 這邊你看 今天不就大傘嗎 今天不就站上去了 那你要注意就是 接下來怎麼看 我上禮拜我就告訴大家 國安基金進場之後 我認為 突破五日均線是太簡單的事 就是會被動站上 我當初就告訴大家 台股會來挑戰十日均線 今天已經盤中了 現在收盤好像漲四百多點 盤中一度漲五百多點 未來 這條十日均線會很快的往下扣 所以 短線 那個 國安基金的目標 當然就是挑戰這個十日均線 我還是維持我上禮拜五的看法 目前正在發展當中 那今天有個出現一個跳空缺口 告訴各位 各位 我在當天 小編我們告訴大家 這個紅K把這個缺口給封閉 我說這個缺口叫什麼缺口 捷徑缺口 我當天有講 我說捷徑缺口 代表這一波的跌勢 要告一段落 現在反彈上來 這邊出現一個缺口 這個叫什麼缺口 叫突破缺口 也就是說 舊的一波跌勢結束了 新的一波漲勢要來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短線 即便十天未來 就禮拜五過後 台股只要不封閉這個缺口 那都有機會持續挑戰 甚至十日均線 甚至月均線的位置 所以短線 你就看這個缺口 那萬一缺口一封閉 那就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台股反彈 告一段落 會重新再走一波修正 大家清楚了嗎 這是關於台股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貴買中心的指數 因為貴買中心 這個指數的反映 反映更多我們台灣 中小型股股票的走勢 那可以看到這張圖 大家這張圖應該不陌生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YouTube有錄影告訴大家 已經跌破這個 長期從去年以來的上升歇行 我說你要小心 中小型股會面臨非常大的修正 我當時開玩笑說 如果等幅撤距會很恐怖 結果是等幅的等幅的等幅 嚇死了 你看跌了這麼一大段 所以我說實在的 我先問各位 這個小編今天反彈好不好 好啊 好啊 我想跟大家講 這一波股災跌這麼深 很多朋友都受傷了 也許你的家人 也許你的朋友 也許你的鄰居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放開心胸 你不要有些人 上禮拜把股票砍低 在最低點禮拜四 然後現在這幾天 看到台股反彈就很不爽 就說憑什麼漲 我覺得不應該這樣 因為套老人真的太多了 我們老王不是 這一波的時候 我們是完全避開 我是請大家避開的 我們這邊告訴大家跌破要小心 我們不是一直做多下來的 但是我非常開心一件事情 就是說什麼 今天台股能夠連續幾天反彈 這給了一些 手上套牢股票的朋友 我們的朋友們 他們可以稍微解套一下 把股票賣在兩個地方 賣在有尊嚴的地方 如果你有印象 我在兩個禮拜前就告訴大家 如果你真的持股都沒賣 都沒賣 都沒賣 錯過第一時間停損 錯過第二時間停損 錯過第三時間停損 那說真的 你要考慮 如果你資金可以長暴 那你也不用急著殺低了 因為 因為也許就要反彈 就像昨天反彈了 很多股票跌身反彈 只有20% 30%起跳的 你是不是就可以考慮 賣在有尊嚴的位置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 跌身反彈 讓那些套牢的人 能夠做個出托 能夠讓他輕鬆一點 那你說未來要再崩跌 我也樂見其成 因為我也不是屎多頭 也不是屎公頭 到時候行情怎麼變 我們就告訴大家 你該怎麼樣應對就好了 那這個是 你看跌那麼慘 多少人 不要說我們上禮拜小編 每天都想去頂樓 對不對 你現在這禮拜不會嗎 不會 所以 減少一些社會案件 也是不錯的啊 對不對 那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上禮拜有提告大家 這是貴滿市場的長期 這個是月K線圖 長期從金融風暴以來 就形成了一個三角收斂的 三角楔形的態勢 那我們說這個 這個月的低點 已經一度灌破 那不行收腳 如果這個月 可以守住這個三角楔形的下緣 那其實這個貴滿市場 都還有機會在這邊做震盪喔 你就不必太悲觀喔 萬一把這個 這個月如果收K線 月K線把這個跌破 那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上到上次這個貴滿重金 一把這個上升楔形跌破就崩跌 那一樣道理 這邊是三角收斂 三角楔形的部分 這邊如果跌破 那也要特別小心啊 目前有慢慢在收腳 因為這是月K要以這個月的收盤 才能界定到底有沒有跌破 好 起碼它達到一個短線的一個相對的支撐 這個是我們貴滿市場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下去 這個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就是 國安基金這個事情喔 我從來都沒有保證說 它這個進場之後永遠都不會跌喔 沒有喔 上禮拜告訴大家是十天 而且我是 我不是空口說白 我是按照歷史經驗就十天 那如果你按照歷史經驗 這張圖上禮拜我們講過了喔 國安基金進場之後呢 有一二三 三次是買完之後又大跌 買完之後大跌 買完之後大跌 那有三次是買完之後上漲 買完之後上漲 買完之後上漲 所以幾率一半一半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認為短線反彈過後 你還是要按照我剛才教你們的技術面 來去做差跌 那這樣大家知道 國安基金的歷史了喔 欸董哥 欸怎樣 喝飲料 喔 欸哈囉 今天是怎樣 我們小編 看起來有電視 有飲料 大家趕快祝福喔 我們在留言板喔 祝福喔 這個刷起來 小編劇斷大錢 我買飲料 三次什麼平板 什麼東西都來了 搞不好 所以我說嘛 台股就是繼續漲嘛 如果有機會反彈的話 讓我們這種小編 上禮拜差點在頂樓 要幹嘛 想不開 沒有啦 在頂樓烤肉的人喔 這禮拜 感覺就心情好一點 說實在這對我們大家 其實網股票很多 我覺得讓那些做多的朋友們 稍微存口氣 我覺得是OK的 所以人家上次問我說 政府就是好不好 我說短線當然好啊 我舉雙手贊成啊 但是你要注意 就是完了之後 不要過度去互盤 就是說 你就是短線去救一救嘛 剛好國際股市如果有反彈 可是如果當國際股市 再度大崩跌的時候 也許政府就不用花那麼多子彈去救市 因為畢竟 你也給過很多這種套勞 投資人一個解套的機會啦 一個可以有尊嚴賣點的機會 只是他們自己不賣 那未來如果台股再崩跌 那就只能怪自己 小編你知道嗎 你這波搶談搶到了 下次要記得賣 如果再沒賣 那頂樓可能救不了你了 好不好 先喝一口 不錯 還知道我口味喔 我比較喜歡這種 蘋果 鮮榨蘋果羊樂多 我們沒太嚴了 沒有收費用 OK 下一個問題 問一下喔 這兩天大家用乖離率搶反彈 應該都有賺到 你可以再教學一次嗎 小編你是看到很多人 就是不太會用是不是 對 那我覺得這幾天你去用乖離率搶反彈的話 應該就是 應該會搶到一個不錯的結果 怎麼說 很多股票都跌很深 跌很深 跌深的股票 跌深的股票 當然就是漏會比較多 怎麼講 如果今天這是一顆皮球 各位想喔 皮球我從這裡丟下去 它反彈大概就在這 如果我今天從一樓二樓以上的高度 丟一顆皮球 那個反彈不就更大更遠嗎 一樣 跌深的股票 它的反彈就容易越大 這是我們利用BIOS的 乖離率的用法 就是說 你找那種跌深跟月均線 20日均線的乖離越大的 它的反彈可能就很大 所以我覺得有些觀眾很可惜啊 上禮拜我們就是告訴大家了 告訴大家什麼呢 我們說 應該不是上禮拜 應該是上上禮拜 抱歉 上上禮拜告訴大家說 如果你已經錯過第一時間的停損 錯過第二時間的停損 甚至第三時間你都沒有停損 那其實你也不用再急著殺低了 因為真的 如果你的資金是可以放長一點的話 那個股票的跌深反彈 通常幅度都很大 你應該要賣在一個有尊嚴的賣點 你看現在不就出來了嗎 那當然就是運用一個BIOS的原理嘛 所以上禮拜我們教過大家 你怎麼樣去搶反彈 因為我們說國安基金進場10天內會漲 那我也教了大家要去搶反彈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BIOS 我再次提醒大家一次 本節目 這個節目是免費訂閱 而且不提供任何的股票名牌 現在看到所有的股票呢 都是今天已經大反過來的 我完全是教説大家說 他是乖離率出現怎樣的情況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買任何的股票 因為這個節目不會去做股票台 我也不會去做出貨的老師 純粹就教大家 你怎麼樣去按照教學 按照乖離率去做一個操作 你看像這個台俊 我們上禮拜不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股票跌下來 已經超過短線-20的乖離率 乖離率這邊20 乖離率20 就跟月均線的乖離 來到了-20以下 也就是說 這個股價在月均線的下方20 就跌破月均線之後 還比月均線價格更少了20% 那短線就容易出現反彈 也會是你搶反彈的好標的 你看 大跌破底是不是來到20 這個禮拜五大漲 結果禮拜一昨天大跌 這個股價是不是也跟著 又來一次-20 那老王上禮拜五就教大家-20 這個好搶反彈的機會 你可以找這種股票 當你看到台俊 昨天跌破-20 那你在做什麼 你在發呆嗎 你看今天不就大漲 差點攻上漲領板 注意 這只是舉例今天已經大漲了 我是舉例昨天的情況 這張股票叫世新KY 今天漲領板 你看過去幾天 過去兩天 不都是在-20的乖離嗎 有沒有 就是跟月均線的-乖離 來到20% 不也是這樣嗎 你看紅線的部分 然後就反彈了 我們再看下一張股票 這張股票叫中租 中租KY 這次很多人套牢 因為很多人拿來當長期的定存股 認為在中國的這個事業市場非常大 可惜中國這次爆發了疫情 所以它難免受點傷 那受點傷 你會不會把你的長期定存股 長期長期投資股 殺在低點呢 如果你知道 月均線的負乖離 20% 就是容易短線跌升 容易反彈 那其實你不會殺低啊 你看 是不是跌落20%了 然後就出現了 今天是漲頂板 我們再往下看下一張 這一張叫博智 哎呦 前天還沒來到-20喔 前天跟月均線的乖離 還沒來到-20喔 結果昨天 蹦 昨天是破了底喔 問題是這個 怪力小編 有跌破-20嗎 有吧 就在已經來到-20 昨天 昨天已經跌破-20 所以今天怎樣 漲頂板 所以你要是把老王上禮拜的方法 學會自己去找股票 其實很多股票今天是很賺頭的 像這個叫元大金 各位 這是金融股啊 大牛股啊 適不適用 第一次來到月均線的負乖離 20%的時候 股價破底 然後反彈 再來一次 這邊 昨天 昨天台股市大跌又跌了 又再一次來到 月均線的乖離 負20 今天差點又漲頂板 所以各位 你一定要好好把老王教的 學好 學滿 這樣有問題嗎 有些朋友常常會問我 常常問我說 那這個是跌身乖離的部分 有沒有 第二個選股的邏輯 就是我不喜歡操作乖離率 因為我覺得那太危險了 的確 告訴大家 很多乖離率的個股 通常是比較弱勢 它一路再往下破底 但是 我能不能有第二個方法去選 比較安全方法操作 有啊 你跟著投信 像這一檔股票 這個叫投信 投信在最近 這個是股災的時候 你看它 一樣是一路買超這個金像電 結果股價這樣 這一天不就是出現反彈嗎 我再講調一次 這不是名牌 已經大漲了 我的用意是 要你去找 目前 目前 你看到投信有在大買的股票 而且還沒漲的 或是這一天 投信剛剛進場的 或者是下一波股災來臨的時候 投信還可以逆勢買超的 你要注意 這種股票在跌落 你看這是長期均線 這是20 這是60 跌落長期均線之後 不就出現反彈嗎 你就會找這種 曾經 跟目前的位置 剛好跌落到這裡的位置的 守住月均線 跟季晉線這種 長期趨勢均線的 我覺得 如果有投信的加持 那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再看這檔優群也是啊 一樣 已經大漲了 只是看下面 股災來臨的時候 投信不就一路在買超嗎 它有沒有守住季晉線 有 有沒有守住月均線 前幾天沒有 可是至少守住季晉線 然後這幾天站上去 你看不就大漲嗎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一場股災跌下來 有多少的股票 可以守住這種長期均線 叫60字均線 很少 那如果這樣的股票 就代表它是強勢的拖頭股票 如果又有投信的加持 那當它跌下來的時候 其實那就是你好搶反彈的標定 注意 不是叫你去搶這兩檔 已經大漲了 我是叫你找類似的邏輯 這樣大家 有問題嗎 我再問一下 黃金這幾天 長得好猛 我手要好癢 你又很癢 上一次黃金 大家有沒有記得 我們有教大家說 怎麼樣去看這個 國際的商品 我們提到黃金 在上一集的節目 在這個3月19號 大家去找3月19號的YouTube 這是3月19號的圖 小編 這張圖你不陌生 我們當時告訴大家 而且我們曾經在更早之前 告訴大家 這個糕點沒過 可能要回檔修正 然後我們說這個頸線不能跌破 一跌破會進行更大幅的修正 結果就跌破了 到了3月19號 我忘了是上禮拜幾 是不是黃金來到這裡 這是上禮拜的圖 不是今天的圖 上禮拜的圖 我告訴大家 你把這邊頸線 這個低點 這個低點 順便做個連線 你會發現一個 這是一個長期底部的頸線支撐 這個地方 短線的守住 有機會反彈 如果跌破 那就更大幅的修正 我們是這樣講的 那是不是剛好達到這邊 有沒有守住 還算守住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哎呀我的媽呀 這是今天的圖 剛才是3月19號 今天已經到3月24號了 五天過去了 他們就剛好打到這裡 然後出現反彈嗎 各位 連三紅啊 當然啦 黃金的反彈 不會單單只是技術分析 沒那麼厲害 說真的 我們雖然是技術分析的催崇者 黃金的反彈 也不單單是技術分析 這麼簡單 主要就是來自 聯準會 無上限的QE 錢放出來 當然國際商品 就會有美元去炒 這樣大家懂意思嗎 就會熱錢去炒 那你看 這條低點支撐 就是頸線支撐就這一條啊 是不是守得很漂亮 是不是守得很漂亮 然後就反彈 那反彈上來 你又要亂追了 你要小心一件事啊 這邊的高點做連線 這邊做一個頭部 這個小M頭 灌破之後 反彈上來 這個頸線 原本的支撐會變成壓力 所以各位 如果你要翻查黃金的話 就要看黃金 能不能站回這個頸線的位置 如果可以站回去 那就是多頭 如果站不回去 他可能就要在這個區間 繼續做個盤整震盪 這樣大家有問題嗎 這是有關於黃金的部分 欸 可以 這是 欸 哈囉 這怎麼會在我們投影片 因為有人說 你不像王陽明啊 比較像劉鬍子的張立東 那董哥你覺得 你有什麼話想說的 劉鬍子的張立東 對對對 欸哈囉 哈囉 哈囉 有像嗎 好不好 幫我露一張王陽明過來啊 欸 不要亂講啊 人家是 我們剛剛也 我們對他沒有偏 人家長得也不錯 我們覺得他也是偶像 但是呢 畢竟 這個 我更喜歡王陽明更勝立東哥一點 不是說立東哥不好 只是說 王陽明畢竟是我的偶像 哈哈哈 就好像 這個感覺就好像 這個 你們覺得這個 這個 算了 沒話可講 好啦 下一題啊 還有什麼問題要問的 你覺得露骨現在有看 露骨喔 露骨 也不免得輸啦 一樣的跟大家提露骨 那我們今天露骨呢 就用A50指數啦 A50指數來跟大家做個看法 分享 上次我們教過大家 這個是叫做2點連移線 叫上升區域線 上升區域線 灌播之後 果然做一個修正 修正過後 我一直提醒大家 短線就看五日均線嘛 欸今天試圖開始站上去囉 那你要看一個 形態學的話 你可以發現 這幾個低點都沒有跌破 這兩 這點低點跟前一天上禮拜的低點 劃成一條線 是不是跟剛才的費半 NASDA 跟這個A50指數都長得很像 所以我認為 全球股市包括NASDA 費半還有A50 只要都可以守住 共同的這個低點連線 也許在短線 都有機會出現一波反彈 當然如果他把這個低點灌破 那就是再度轉落 這樣大家會分辨嗎 所以A50一樣 如果可以把這個低點 這條連線守住 那就持續往上反彈 今天一張五日均線 下一個木交就挑戰十字均線 十字均線會是比較大壓力 所以如果短線要看支撐看這裡 如果要看壓力的話 就看十字均線 當然他要一下子反彈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是有點難度 所以我們過來幾天 再持續幫大家做最終 以上大概就是入股A50指數的一個觀察 那講到這裡 再度感謝大家呢 就在一個甜美的夜晚 今天這個台股大量400多點 真的是一個美好的夜晚 在這個頻道 跟大家一起 跟老王一起 來關心我們這個全球資本市場的變化 那如果覺得老王講得還不錯 記得要給我們按讚 按讚是一定要的 那重點 還有一個重點 一定要訂閱 因為發現很多人看完影片 怎麼都還沒訂閱呢 訂閱是YouTuber不用錢的 記得幫我們訂閱 我們等一下片尾片段會圓圈圈 幫我們訂閱 訂閱完了之後呢 如果你喜歡 你想要每一部片都要掌握到 不要肉接老王 比如說像禮拜五突然錄一集 國安基金特輯的話 你也一定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因為每一個片你都會收到 大概就這樣了 因為這個你可以看到老王 這個跟小編們 我們一直新增越來越多的設備 我希望能夠呈現出更好的節目給大家 為什麼老王要堅持在YouTube自己做頻道 因為事實上我去了很多的電視台 有的時候可能我想講的部分 電視台不喜歡我講 或者是有時候我想講的部分 可能那個節目有其他來賓又講走了 可是又不是我要表達的意思 所以我必須要一個平台 說我自己想做的 說我自己想做的事 那我覺得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頻道已經突破五萬人了 我們希望可以往下一個十萬人訂閱去賣進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